看看新闻网 烦恼的不仅仅是AndroidVB 香港演员吴启华最近也有点烦 刚刚步入50岁大观的他陷入了婚姻危机 妻子石阳子被某杂志爆出 以单身姿态夜会帅哥 因此惹怒了吴启华 其实这对先差21岁的老夫少妻的组合 以前一直以恩爱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的眼里 没想到在两人结婚的第七年 真的是养了一把 我只能说我们之间的问题确实存在 不过大家都在努力克服困难 希望问题会得到解决 至于那些针对我妻子的不实报道 请大家不要相信 10月26日晚 吴启华在微博中承认了与妻子石阳子存在婚姻危机 原因是有报道称 石阳子应不甘一事做平凡嘱咐而决定去北京竹梦 并以单身姿态约会帅哥 这消息看起来原本像是则小道消息 却因为吴启华的成亲真实了起来 出生于1964年的吴启华 今年刚好50岁 比太太石阳子足足大了21岁 老夫少妻在外人看来 年龄上着实不配 相互交流必有代沟 但在当年两人爱的却那么自然 2007年 两人以情侣当身份一同参加了综艺节目武林大会 在现场气氛的烘托下 毫无准备的吴启华被全场观众起哄 抱着节目组临时找的道具花向石阳子求婚 说着说着吴启华与使养子泪流满面 动情的场景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求婚时真情流露让人动容 两人的婚礼又在布置成结婚礼堂的演播室里留下难忘经历 而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 对于石阳子应该好好在家相复教子 吴启华的态度始终很明确 有计划吗 有 其实现在还在计划中 他特别喜欢小孩 反正如果只希望他健康成长吧 但是他希望尽量不要做这一行 当年石阳子仅仅只是一个刚刚从演艺学校毕业的学生 对于丈夫的建议他满口答应 我觉得女人还是家庭重要一点吧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是事业型的 我就是希望我的家庭甜甜美美的 他对事业也不是很大野心 说我一定要红一定要专业 那我就不结婚了 婚后两人确实非常甜蜜 随着女儿的诞生 吴启华减少了工作量 把大多数时间都留给了家人 曾经在来上海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时 他还亲口向同场的其他明星夫妻 传授奶爸的经验 那表情和神态不致就是一个幸福老爸 他总是要抱着才能才会睡 开始的时候这样抱着 这样就能睡 慢慢的就摇 两边摇 两边摇都不行了 就上下 不要这么厉害啊 就一边啪一边摇 再甜蜜的日子都会淹没在生活的琐碎中 对于全职太太这个角色 夫妻俩渐渐开始有了分歧 今年五月 吴启华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从他的谈话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夫妻两人已经出现问题了 在谈到女儿时 他语气沉重 其实我挺惭愧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公 跟他分开的时间也挺多的 其实也挺难维持那个关系 分开久了 正是两人的现状 这些年 石阳子厌倦了家庭生活 把女儿寄养在长春的父母家 自己到北京发展演艺事业 而吴启华则留在香港 一家三口分隔三地 而反观事件的另一主角石阳子 貌似并不受这些新闻的困扰 翻看他最近的微博 各种晒美照 各种心情好 看来这一次要哄回娇气的心 吴启华可要花点心思了 是否要将全职太太进行到底 还是要征询老婆大人的同意 新闻再线 综合报道